大家好 现在呢 咱们的高血压病人是越来越多了 那么在社区呢 这就叫慢病 对于高血压病人来说 怎样选择高血压用药 是非常关键的 那么有以下几个方面呢 我要告诉大家要引起重视啊 第一个 首先是要合理的选择你的用药 要根据你的具体情况而定 比如说孕妇 伴有高血压了 那么选择用药的时候 还要保护我们胎儿的健康 这点要注意 那么还有一点呢 对于年老的人来说 我们选择是一次用药 还是多次用药 这个要引起高度的重视 比如说用药的时间 也是非常关键的 到底什么时间来吃药 这也是一个方面 比如说你一次用药 我们一般选择在早晨吃药 第二个 单一剂量的用药不能过大 我们要根据病人的情况 你不能选择一种用药了 一种药物不停的在增加它的剂量 要及时的到医院 让医生帮你调整用药 而且可能会是联合用药 不是一种用药 第三呢 有些人呢 用药操 不能操之过急 有些人呢 降压心切 一次吃的药量太大 血压降得太低 而且呢 我们每次主张在用药的时候啊 降低的应该是20毫米公柱 不能够降得太低 降得太低呢 会出现低血压 导致你的脏气 供血不足 会出现衰竭或者是休克 很危险 第四个呢 要及时的了解你的血压变化情况 不能一味的降得太低 太低呢 导致肝 肝心脑肾 供血不足 最后会出现心衰 所以这要引起高度的重视 定时的去监测你的血压 要保证在你用药过程当中 不要过高或者过低就OK了 第五个方面呢 不要间断随意的用药 有些人呢 血压高了就用药 血压不高了就不用药 其实你这个血压 在控制稳定的过程当中 它有一个平稳过度期 那你平稳过度期的时候 可能就是平稳的正常的 但是呢 你这个时候就觉得你的血压 控制住了 就开始就不用药了 然后想起来的时候 就用用药 想不起来就不用 其实这是最致命的 因为你长期这样下去 你的血管的弹性在发生变化 你的脏腑的供血 有时候就发生了缺血现象 所以你在不知不觉当中 就损害了你自己的 所有脏器的这种健康 所以一定要引起高度的重视 不能随意的加减用药 或者是用药 或者不用药 一定要坚持用药 合理用药 不能不难受不用药 或者是血压不高就不用药 你一定要坚持用药 用到你血压 完全平稳的情况下 再扯药 那第六个方面呢 就是我们在用药次数 或者用药时间的选择上 比如说您单次用药 选择在早晨 放前用药 那么如果说有胃部反应的人 可以放在饭后用药 那么如果一天多次用药 在临睡之前 怎么用药 所以有些人在临睡前用药 容易 因为我们在晚上的血压 都比白天呢 降低20%左右 那么你在临睡前用药的话 就容易导致你血压过低 出现低血压休克 或者是你的脏腑供血不足 会出现其他脏器的衰减 那么在临睡前用药 我们一般强调 多次用药的人 临睡前用药 选择在临睡前 三到四个小时用药 不要在你临睡的时候用药 那样不利于身心健康 第七个方面 就是单纯依靠降压药 这也是一个误区 要走出这个误区 我们在选择降压药的同时 要有健康的生活方式跟随 否则的话 您的用药量会越来越大 要管住嘴 练好腿 心情舒畅 多喝水 才能够保证您的血压稳定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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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